中市长卢秀燕风尘仆仆连夜赶搭飞机从美国回台湾 清晨四点多抵达桃源机场 一早八点就现身在台中灾害应变中心 在这个降落之前我其实最担心的件事情是 台风跑得比我快 还好我们的飞机跑得比台风还要快 一路上虽然辛苦 但是在关键的时刻能够跟市民家人同在 这是我的职责一点都不累 卢秀燕二十二号晚上十点从桃源机场出发访美 原定十天的行程一听到凯米暴风圈影响范围又增大 才落地美机的卢秀燕又坐上飞机返台 美国行直接从十天缩短不到十个小时 还在机上买通网路开会议 但是临时折返又搭商务舱 遭到议员批评是浪费公帕在作秀 飞机来回这并不是北高高铁一日游 如果这个是为了作秀 那花的是人民的纳税钱太浪费钱了 如果这不是作秀 那显示卢秀燕的判断能力真的有问题 希望大家focus现在在防台 真是口水就免了吧 不要再干扰防台的工作 还有台中市府原本一开始宣布上班上课 却在深夜压秒急转弯 改成停班停课 也让议员捡到枪 防美前夕还信誓旦旦的挂保证 他的市府团队已经做好了最佳准备 但是隔了一天他又觉得他睡得不安妥 难道他不相信他的市府团队的能力吗 我觉得做该做的事情 城市外交那这个很重要 可是防台也很重要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两群其美 县市首长必修的台风政治学 妈妈市长这一回创下新纪录 继续游战队林世昕台中报导 立刻上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